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警方发现在不同的网上社交媒体 都有人声称有口罩售卖 在2月头开始 警方会陆续接报 有市民在网上给钱订购口罩之后 收不到货 怀疑受骗的 直到今天为止 警方一共接获了1865宗相关的骗案 涉及超过3900名受害人 而损失金额总共大约有5690万 骗徒主要是假扮这个卖家犯案 它常用的手法有两种 第一类的手法是骗徒 设立一些假网站 或者寄出一些钓鱼的电邮 等待那些受害人上钓 而第二类是骗徒 透过一些不同的网上平台 大多数是一些本地人 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 二手买卖 或者网上拍卖网站 去接触一些受害人 两类案件中 骗徒都会讹清有口罩出售 当他们收到骗款之后 并不会发货 而接着也会失去联络 除了单独犯案之外 也都有部分骗徒 是以这个小型的集团方式去操作 他们会首先有使一些其他人出售 或者转让一些银行户口 然后利用这些败类户口 去收取诈骗所得的款项 增加警方调查的难度 因应这个情况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 在2月初 已经成立了内部的协调指挥中心 统筹警队各个调查单位 有关口罩骗案的调查工作 经过两个几月的情报搜集和分析 找到涉案的骗徒之后 在过去五天 我们网罪科 联同各个警区的人员 展开了沽风行动 希望压止到骗徒 利用市民的切身需要行骗 过去这几天 我们突击搜查了全港多个地点 合共拘捕了31人 当中包括18男 13女 年龄是介乎16至61岁 所有被捕人士 现在都是保释后查的 被捕人士一共涉及145宗诈骗案件 当中牵涉超过400个受害人 而损失大概有300万 行动里面 警方也检获了一批电脑的设备 智能电话和提款卡 我们会再作进一步的调查 在众多的案件里面 东九龙总区的刑事总部 和新界北总区的刑事总部 分别成功堵破了一个 涉及122名受害人 和126名受害人的犯罪集团 和成功拘捕了6名人士 我们下期再见